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义 公道 凡事无论大小皆可成事 真的吗 范大人 别来无恙啊 老丞相牵挂 在下身体比过去好多了 范清家 你回来了 朕已听说了 你将灾民安置得很好 皇上 这是微臣从民间给您带的礼物 哦 快给朕瞧瞧 是 这是什么 启禀陛下 这就是灾民食用的野草根 好苦啊 陛下已尝过百姓所受之苦 此乃万民之火 范清家的一片良苦用心 朕明白了 传职下去 让后院宫眷都尝尝 看看 都来体恤百姓之苦 皇上圣名 吕清家 范清家处理政务很有办法 你要多和他学习啊 是 陛下 早晚有一天 你的把柄会落在我手上 没过多久 吕玉简利用皇帝家的内务尽谗言 废后立心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年轻的人宗听信谗言 将召废除并无过错的郭皇后 并据吕玉简的预谋 禁止百官参议 大人 大人 不必多言 废后之事 关乎天下设计 我必须面见皇上 我知您无私无味 可信在奸宁当道 有时之事更应韬光养晦啊 您若正面迎击 岂不是以卵击石 臣子不劝诫皇上悬崖勒马 怎能算是良辰 若怕受到牵连而畏手畏脚 又怎能成作无私无味呢 你不用劝我 我一定要去的 可那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你可能替我们想过 身为忠臣的家人 你们若因此而死 也是光荣的 皇后被废 为何不听建臣入言 废后之事 关乎天下 皇上三思啊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们应在早朝之后 将百官都留下 同吕丞相一变高下 对 不能随意废除皇后 是啊 传皇上诏令 范仲淹 不顾朝廷进言令 煽动言论 妄议朝政 现 合出一切职务 遍放江外 做牧州之州 即日启程不可延误 钦此 为何竟将范大人贬离京城 范大人 走吧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反攻仗义直言 确凡扁处 心中可有懊恼悔恨 正义之事 何来悔恨呢 天子的假务事 不比寻常百姓人家 更要谨慎端正 可惜 坚硬当道 正知之事 纷纷被排挤处朝 我相信 日月轮回 邪不压政 范公此次再点出京 不知何日能归 唉 不必惋惜 重父必重母 正邦先正家 职量之臣 不再紧要关头尽忠 又在何时呢 我心逐意一定 不过是一家石口走天涯罢了 范君此行 欲为光耀 来 为范大人送行 后会有期 大人 您为人公道正义 却因此屡遭暗恨 如今 人心不古 这些年 您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又平和相信 会有闲人秉持正义 公道自在人心 吕大人 我听说范仲淹在苏州治理水患时 竟然不顾灾情 大兴捅目不说 还举办赛龙舟等余姓活动 实在可恶 人人都以为他是清流水 这么看来 他也不过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你这就参谈一半 让他再没机会翻身 是 灾民实在太多了 就算是把粮食全部拿出 也还是不够 江南毕竟是富庶的地区 并非没有千两 但都藏于民间 看来 还得再既往于民间的富商啊 可是他们已经捐献了很多了 总是让他们义务捐献 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对穷人而言 非在黄之年就难以生活 而对富人来说 动员捐资也好 卖出余粮也好 也为数有限 可见 一味的节省 难以真正救灾 父亲是说 若能想办法投其所好 让他们自愿将钱两捐出 正是 臣以为 灾民僧多周少 一味救济 恐难赈灾 不如以功代赈 从父户手中筹措资金 这才兴办龙舟赛事 只为动员 父户捐款 望陛下明鉴 皇上 这便是范仲淹的陈情奏章 嗯 你们都听到了吧 吕一姐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 微臣 无话可说 哎 吕相 朕用你很舒心 可用范仲淹 朕更放心呢 传指 范仲淹因治宰有功 调回京城 范仲淹回京 出任开封之府 他看到吕一简 广开后门 结党营私 于是制作了百官图 呈给任宗 以图铲除剑宁 随之反被吕一简 诬陷离剑 任宗听信谗言 范仲淹再次被贬 这次已无人相送了 我们走吧 范大人 请留步 王智 王大人 你怎么来了 范大人为了朝纲设计 勇敢无畏 可惜下官不能助大人一臂之力 就只能请大人喝碗送行的酒了 我能结交你这样的真君子便是无憾了 请 范君此行尤为光药 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保重身体 保重身体 再会 能送范大人一程 是我王智一生的荣幸 怎么又咳嗽了 像当初 你在这些地方都付出过心血 人们家道欢迎 可现在 我们途经十多个州 竟无人敢出门迎送 人情冷暖啊 世间荣辱何须到 再上摔翁夜自制 不提这些 你还是尽心修养吧 我这病是好不了了 但你一身清白 又无钱财傍身 若我离去 你可怎么办 不要说了 睡吧 途经饶州时 范仲淹的妻子因病去世 范仲淹悲伤之余 仍不该出智 当室友梅姚辰 左邻屋傅 劝他莫在兼坐朝中议位时 他亦回复一手 并以 宁明而死 不墨而生 表达他 对高洁和志同道合者的向往 无论事态 处于何种匿迹 总有真君子 会成为中流砥柱 大人这些年来 辅助者众多 如今看来 就如在暗夜里 点燃明灯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一个意识 便可是一众百姓 受福 不义之人 同样会使百姓遭殃 大人 您又按何标准来制定 一田的经营规则呢 始祖中 皆可老有所养 又有所依 这便是我的理想 保元元年 党项领袖元昊 称帝 简西夏国 并履犯边境 宋朝措手不及 主战主河 乱成一团 边境一片溃败 范中烟 临危守命 不顾老外病齐 亲征前线 范爱卿 这次全靠你了 皇上 为各族百姓 苍生计 为臣抛头颅 洒热血 以心甘情愿 你速战速回 朕答应你 战胜后 立即颁布新政 是 皇上 范中烟身处边境 与西夏军队斗智斗勇 最终极致平乱 于是 在公元1043年 仁宗命范中烟 颁布庆立新政 新政实施后 短短数月间 气象一新 范爱卿 功不可没呀 精兵见证 培养人才 宠农勿伤 轻摇减负 如此一来 我大宋 定会国力强盛 好 好 朕最得力的助手 还是范爱卿呢 吕大人 如此一来 我们岂不是 都要栽在 新范的手上了 哼 不用慌张 我看这新政 实行不了几天 为何 只要给他 安个逆谋的名声 只要皇上不信任他 他又能耍什么威风呢 范爱卿 最近朝中谣言四起 朕是不信的 只是反对新政之人 如此之多 朕也不得不 权衡考虑啊 皇上的意思是 反正 我大宋与西夏之间 已经议和 改革什么的 不如再缓缓吧 最近河东 与陕西 需要巡查 皇上 老臣愿去 好 你愿意去 就最好不过了 父亲 八陵之州 滕大人 请您做一篇文章 来续 重修岳阳楼之事 哦 滕子经 也因正直 而被贬处 如今 之交半零落 是该写篇文章 以明志 父亲 您的身体 不爱的 庆历四年春 唐子经 折手八陵郡 与明年 正通人和 百废巨星 来重修岳阳楼 增其旧志 可唐贤金人 师父于其上 诸于作文 以寄之 月官 福八陵圣状 在 洞庆 一虎 咸远山 吞长江 浩浩 上上 岳阳 若福音 雨飞飞 连月不开 阴风怒豪 浊浪 百库 日星 饮药 山月 前行 伤旅 不行 强 清 击 翠 伯目 鸣鸣 呼 笑 圆 提 灯 丝楼也 则有 去国怀乡 悠蝉未继 漫目 萧然 感激 而悲哲矣 至若春和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臂晚清 烧翔即 金灵 金灵 游泳 暗指 丁蓝 玉玉 清清 等四楼也 则有星旷神怡 崇辱皆忘 把九临风 其 西洋 洋 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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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人之心 或遮 二者之为 何在 不遗 悟悉 不遗 祭 悲 至庙堂之高 则有其民 处江湖之远 则有其君 至近一忧 退一忧 然则 何时而乐业 其笔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微思人 无水与归 哈哈哈哈 功夫啊 你我同处这里吟诗 也算得是知己一场了 我明白了 您对族人的照顾 无非是庇佑他们 衣食安宁 并教导他们 做人有高远的志向和气节 如此培养出来的后代 定是国家动量 小小一田 肩负的使命巨大 可是 您日常也需要开销 大人 我担忧您的生活 我为官至今少有积蓄 如今得到如此丰厚的赏赐 也是因为平定战乱的军功 这钱我不愿留着 一生清贫 对我足矣 樊仲淹 后勇出任了青州 却因天气原因 加重病情 在转任去颖州的途中 与徐州去世 离世时身边并无多余财物 子孙连官果都未能为其置办 然而 范氏一族的一田制度 却延续了八百多年 培养了无数人才 前大人 您怎么了 没事 只是想起了过去的朋友 如今物是人非 难免有些触景伤怀 哦 我与范大人 曾在这里聊过天 啊 可是令人敬仰的范文正公 正是 范大人的忠义之行 欲满朝廷 丰功伟纪 连边境都在流传 哪知必来 是 范文正公 苏州人 乐善好施 清廉正治 当他贵重显达之时 至了良田千亩 乘作一田 用来救济 本家族中 生活困难的人 虽然他位高权重 却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 只是将扶贫 济困的道义 流传给子孙 他去世后 子孙继承他的志向 同他在世时一样 与范大人交往 我最敬仰推崇的是 他的道义 为此 我要将他青囊 兴建一田的事情 写下来 留给世人记忆 范仲淹 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 更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 他一生政绩斐然 著作颇丰 其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追求 更将中国士大夫精神发扬到极致 他伟大的一生 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也许有格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统帅 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统帅